这个东西几十年了啊 这样 给Skull收入会高一点 我首先那个Saman Saman有三种Saman 第一种Saman是JPJ出的Saman JPJ出的Saman 主要现在是以前是AES AES的Saman 现在我们叫AWAS 除了那个Saman 就是比如说JPJ本身做制法的 他们也可以出Saman JPJ有JPJ的Saman JPJ的Saman主要都是Speed Camera 但是第二个比较最多的Saman 就是警方出的Saman 但是其实警方出的Saman 它也是用这个Aktapangkutanjalan 也是用我们交通部的这个法令的 Aktapangkutanjalan Aktapangkutanjalan就是 允许这个警方也可以去制法 比如说你没有带你的安全带 你用电话等等 警方也可以出Saman 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个比较小型的这些Traffic Offense 比如说你park在不是parking的地方 那个是地方政府 所以有三种不同的Saman 这三种不同的Saman呢 这个钞票呢 都没有一个integrated系统 比如说现在你去checkJPJ 你只是看到你JPJ的Saman 有没有JPJ的Saman 你看不到你警方有没有Saman 你去警方的那个系统 你只是看到警方出的Saman 你看不到JPJ的 所以它整个是没有一个系统integrated 很多年前都要讲integrated了的吗? 都没有 到现在其实都没有 90年就有点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的 都是分开的一个integrated 不是一个integrated的系统 所以我们要尽量看怎样来integrated 本来就是要讲integrated 但是根据我了解是没有的 就是分开 警方跟JPJ都分开的系统 所以你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交通部定下的政策 说JPJ出的Saman 或者JPJ我们发的传单 不能够有discount 但是我只能够放在 只能够落实在JPJ 警方的还有警方的 警方自己的 哪一边的没有团其实比较多呢? 这三类 其实都这么多 因为JPJ之前 我解决了一个最重要我解决的 就是那个AES 之前AES有400多万张 430万张AES传票 6年时间 那AES以外 不是AES的 有没有几千万张? 如果警方告诉我一年他发出500万 500万张 然后其实他们去还的也不多 还的在警方那边有25% 只有25% 你给了discount是25% JPJ现在因为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在9月1号 去年9月1号 的SAMAN AES的SAMAN 全部 很多人就是 你忘记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 我说 为什么我有那个决心 为什么要比较严格 要去实行这个SAMAN 比较要严格去执法 就是我们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 几年前很多人投诉 为什么投诉这个AES的SAMAN 当时我们也反对 很多人想 以前你在反对党 你反对这个AES 现在你在政府 你反而要用这个AES 分别是在这边 分别就是 但是我们为什么反对AES以前呢 因为整个系统是适应化 整个执法适应化 因为它政府 前朝政府 它把整个系统 它outsource给两间公司 那两间公司呢 它的合约 也允许它安装差不多1000粒 这个电眼 这个camera 在全国 虽然没有安到这么多 就是安到40多极 但是它的合约呢 就是允许它安装 这个camera 那么每一张 抓到那个speed overspeed的话 它就第一 它第一个tier 就是它发 每一张警方 或者JBJ 发出的这个SAMAN 它就收16块 这个是AE 那个公司收了 16块 有没有收到那个SAMAN 政府都要发出 都要给它16块一张SAMAN 只要它抓到一个 它抓到拍到照片 有出SAMAN的 出SAMAN的 那个费用 就收政府16块 不管政府 有没有收到那个SAMAN 那个人没有去还 没有人还 你也要给16块 如果那个人还50% 他有一个tier了 应该是 头几百万 几则万张 就是一半 一人一半 政府一半 那个公司一半 根据300块的一半 就是150块 所以过后 这个前朝政府 它把这个AES的SAMAN 从300块 降低到150块 所以收到这150块呢 政府一分钱都没有了 这全部要还给这个公司 因为他必须要50%交给他 所以你整个 制法就是声音化了的 就是那个公司 它的motivation就是 我最重要 按更多的CAMERA 我要抓更多的人 出更多的SAMAN 这个是以前 为什么我们反对 所以我上任过后 我了解这个事情 看了那个合约 了解过后 刚好我们5月9日 我5月21日担任交通部长 那个AES的合约到8月31日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8月31日肯定 我们不会跟你继续这个合约 停止这个合约 那么停止那个合约呢 那个SAMAN 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收呢 你要给他钱 你要付给那个公司 因为在那个合约里面 那个那些SAMAN 是8月31日要之前出的嘛 如果你收到那笔钱 也要给那个公司的 干脆不要了吗 干脆不要吗 对啊 我是让人民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让民众也 三否后否 因为以前是不服的 你要还那个SAMAN 那你不服的 因为不是给政府 就是不是政府收的那个罚款 给私人公司 所以我们宁愿 四百多万张 四百多万张 你差不多那个 一百五十块一张 差不多六亿 四百三十万张 你算一算 四百三十万张 一百五十块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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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三十万张 六亿 差不多六亿 我们这六亿 要拍勞修 全部record 把它cancel掉 所以当时我们 四百多万枪 废除掉 就那些有传单的人 就是觉得很开心 那当时 但是有一些人就讲 你好像 还了的不公平 还有那些人讲批评说 为什么政府不严格 遮法 所以我说 当时我已经解释了 这个是一次过 一次过 要解决这个AES的问题 因为这个以前几年我们在国会就真的很多次了 几年来没有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一路来都是私营化 私营化 那么过后政府用这个LTAT 前朝政府用这个LTAT 就是 退休军人的这个基金会 来收购这两间公司 嗯 收购两间公司 两间公司的原本的这个 这个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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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拿了钱走人的 留给你政府 政府用了 退休金的5亿多 现在怎么办呢 甚至我们说 你就是 政府必须要把整个系统 拿回来 那5亿多给他那个两间公司呢 她是完全没有什么财产的 她的ACET 只有那40多夹 camera 为什么要赔给他5亿多了 因为那个合约 那个合约说 允许他安装那个camera 能够多少年 可以收多少的商案 他是算他本来能够收到的钱 对 回约就是要赔给他 所以现在的那个